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大排檔风味的蒜香骨 现在天气这么热 大家应该都不想留在厨房太久 而这个蒜香骨是用气炸锅做 不需要油炸 超级方便 而且这个蒜香骨蒜香浓郁 它外面酥脆 里面乱滑 味道层次丰富 好了我都不说了 我们马上开始 今天的材料在这里 这里有一些一字牌 又叫做金沙骨 我买了900克 已经切好了 洗净了 还有蒜片和姜片 奇异果半个 我已经把它切片 它可以令肉质松软 如果你没有奇异果 你可以用木瓜菠萝 或者苹果醋 和食用的梳打粉 我通常会看冰箱有什么生果 就用什么生果 还有就是蒜蓉 还有甜椒和葱花 我不是吃得很辣 所以我就是用甜椒 不辣 如果你吃得辣 你可以用辣椒 准备好材料 现在就开始了 这些一字牌 我已经洗净了 接着就用厨房纸 吸走多余的水分 吸得干身一点 一会儿就会更加入味 接着我们就准备一些叶料 螢光幕已经显示了所有的份量 接着就加入奇异果 才可以令肉质松软 接着就放在刚才准备的酱料 和蒜片和姜片 最后就放适量的油 可以锁住肉汁 搅拌均匀 腌它最少4个小时 现在过了4个小时 准备气炸 首先就发定一只鸡蛋 接着就将蛋浆 放入排骨里面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然后就沾面粉 今次我就用面粉 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如果有多余的粉 就炖出来 全部都是这样做了 做好了 现在准备气炸 已经在气炸锅里面 掃了一层油 以防止它黏底 接着就可以将排骨 放入气炸锅里面 掃上适量的油 首先用180度 气炸8分钟 过了8分钟 接着就可以反转排骨 就完成了 因为这次我这个 排骨也挺厚的 所以我总共要用16分钟 那你就要视乎 你买的排骨的厚薄程度 而决定气炸多久 哇 这么快就做好了 这次我做了很多的一次排骨 所以我分了两次去气炸 全部已经气炸好了 接着我们就准备爆香蒜蓉了 热锅下油用中火 爆香蒜蓉 直至它变成金黄色 接着可以放入甜椒 又炒一下 炒一下 然后就放一次排骨 现在转小火 要快手炒大约30秒 最后就放入葱花 拌匀 这样就可以上碟了 这碟香噴噴的蒜香骨就做好了 这个蒜香骨它是金黄酥脆 蒜香浓郁 而且已经入味 还要是外酥内嫩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很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